拉锯扯锯唱大戏 娜娜说的有心意 我记得有一首歌呢 有一句歌词是这样说的 爱就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 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来表示 凡是和这个爱情有关的歌呢 娜娜都没有免疫力了 感觉呢特别的感动 是我们栏目的粉丝呢 你肯定知道 接下来娜娜要说的话是什么呢 没错 接着咱就还是要来说 所以说错点鸳鸯 细点鸳鸯里的爱情 错细点鸳鸯的看点 最大的看点 我觉得应该是爱情吧 这种美美 纯洁 真挚的 这种爱情 我觉得是最大的看点 最大的看点和亮点 当然是十佳四兄妹的感情线 因为这个拖延一小说的这个故事 在电视剧里会更加的波澜起伏 而且也展现了时下的各种年轻人的价值观和爱情观 您瞧见没有啊 其实我们这部戏最大的看点啊 就是娜娜刚才跟您说的爱情 这回啊我可是给大伙找到看点了 好像因为我们俩第一次 第一天见面 然后第一场戏 我们俩就拍了一场吻戏 也可能是导演他们有医学安排这样 跟大家比较陌生 不熟悉 那你拍了吻戏以后 跟你大家见面握个手 或者是说个话 可能会更迅速一下 然后大家会在对短的时间内 然后会达成一种默契 还真的是有这种效果 然后我跟他 就是好像很顺其自然的 大家就很投缘 就感觉好像有一些 就是似曾相识 或者相见横满的那种感觉 然后三少爷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单纯善良的 他的善良比起秋雨来 更没有杂质一些 就是很纯粹的一个热血少年 去帮助一个他心爱的女子 没有任何的要求 没有任何的想法 就慢慢慢慢就是 拍久了之后 就可以找到这种情侣见的感觉 只要是真像苏花儿那种 真是大夫人坐在家里边 也没什么事干 我想我也会那样做 反正家里兄弟姐妹都挺多的 就给他们凑成一段阴言 觉得也是一件好事 - 别 últ就好事优优独播放 - 本焦 - 让 leuke